WTA1000卡塔尔多哈公开赛 在取得首轮与张帅的得比战的胜利后 郑清文世界排名第24位再次迎来了与赛会14号中 自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世界排名第13位的交手 争夺一张16强的入场券 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的第四次交手 前三次郑清文一胜两负 并且已经对对手两连败 不知道这次比赛 郑清文能否找到击败对手的办法 比赛被安排在3号球场第二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2月21日16点半时开始 WTA250墨西哥梅里达公开赛 上周在墨西哥伊拉普阿托60K网球 赛8抢占遭遇裁判不公判罚而遗憾止步的王新宇 世界排名第67位 本周将参加WTA250墨西哥梅里达公开赛 将在首轮遭遇从资格赛突围的俄罗斯选手阿涅瓦向 世界排名第170位 双方刚刚在伊拉普阿托首轮有过一次交手 王新宇与对手激战三盘方才过关 一周内双方将再次交手 期待王新宇能够继续前进 比赛被安排在1号球场首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2月22日凌晨3点开始 ATP75K意大利罗维雷托网球挑战赛 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世界排名第271位 经过两轮资格赛的考验 顺利晋级南单阵赛 将在首轮迎战来自西班牙的幸运落败者 亚利杭德罗莫罗卡纳斯 世界排名第297位 双方刚刚在特内里费挑战赛资格赛决胜轮 有过一次交手 布云朝克特在领先时收获对手退赛里晋级正赛 此番再次交手 布云朝克特有望继续前进 比赛计划于北京时间2月21日1点开期时 井浩头条创作挑战赛井浩井浩 2022升级大会井浩井浩 郑清文井浩井浩 王兴瑜井浩